很少看到我們世界第一地零室這麼晚出發對不對 現在呢 我們到達是冰城 要拜訪的呢 就是當地呢 冰城鬼王 為什麼會叫做冰城鬼王呢 因為 大家有看過很多的那種泰國的電影嗎 醬頭詩啦 是的 冰城的鬼王呢 他就是會下醬頭 感覺應該就像是一種 記憶感的聲音 有好幾尊神像 在外面看 而且神像是一樣的 有一個風俗嗎 對不對 有風俗嗎 然後 所以我是第一次看到 色彩鮮豔 那鮮豔是不錯的 但是問題是 有些看起來覺得 有點 算是比較兇狠一點點對不對 他叫聽到音樂 編曲聽起來是很輕鬆的 可是 當有人聽唱的時候 然後那個演唱的 是不在 正常的和弦當中的一個玩具 就是你會覺得 是有 不同的播放器 好像是不小心同時 接收到兩個不同的頻率 對 這邊的氛圍太奇妙了 我只能用奇妙去 對 所以剛剛開始的時候 就像我們非常 因為動 吃動 但還不是動 吃動 聽起來是 算是輕鬆 可是當音樂一出來的時候 究竟可以找 合理 怎麼會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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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鼓鼓在裡面 在裡面 往上裡面 等一下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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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年輕 謝謝 謝謝 雖然現場聚集了不少人 大大的降低我們內心的恐懼 但是各式各樣分不清是佛道教 還是佛羅門教的神像 擺滿了神壇 更是讓我們無法理解 這裡不是鬼王的地盤嗎 又怎麼會供奉著神明呢 神鬼不是存不了力的嗎 對 而且鬼王一出現呢 大家都站起來 就一直 去游泳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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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阿法 阿法 對對對 是 赤裸著上身 披著獸皮 全身從頭到腳部門刺青 他就是冰城最開人聽聞的鬼王 走再來此之前 就有聽到關於他的種種傳言 有人說他身染多種絕症 可能不久於無視 有人則說他因為跟鬼打了太多的交道 早已遭遇不測死於非命 如今鬼王卻是一點病容也沒有 好端端的站在我們的面前 各種謠言也不攻自破 傳訊息 個人會每次站在前面 可能是有一點尖 然後鬼王還是一直在身上 還沒什麼 殺兩隻 不買 Ten 在上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转发 打 左转发 打赏鞋 我們就瞬間恢復 然後現在也是 鬼王室 鬼王的天使 就是別自己 原來這些黑衣人 都是鬼王的信徒 聚集在此就是為了 讓鬼王進行 刀槍扶入的法力加持 看看鬼王下手毫不手軟 大家卻是面不改色 難道現場真的存在 什麼神秘力量嗎 正當咱們還在疑惑之際 鬼王卻拿出了比大刀 更害人的給心 鬼王拿水頭 èn 爬 要嗎 還要吃嗎 你還是可以呀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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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件一件 還要 沒問題 看大哥背上微微勝出醒來 就知道這把斧頭絕對是貨真價實 如果不是跟著鬼王修行超過一定的時間 我想任誰也沒有勇氣 讓鬼王在背上披上這一段 插槍 插槍 你要手先插你的褲子 你要擔一件 擔了沒有 插一下 插到哪裡 插到裡面 插著 插一下 有哪家才要打成這個 有哪家得都有 有哪家不住 有哪家不住 它現在捲起來 這邊是平方直的 然後大肆還是 為何還特別這樣子太緊 但是現在是 有沒有看到 那些人的人說 不是我叫我的人我賣 譬如他們說我好笑 那些人問我 我一個人去 我一個人去 我一個人去出你不要一人 別想 你的人氣很好 別想他一出你 也有 根據紙鈔捲起的角度 就可以判斷一個人運勢的好壞 雖然不知道準或不準 紙鈔在手掌中緩緩上身的畫面 倒也讓他人看得嘖嘖稱奇 此時鬼王突然一個起身 事意砸門跟上前去 最後來到一間毫不起眼的小房間 難道房間裡面有什麼蹊蹺 小房 所以平常是狀法師 非常好 這些神像他有各自代表不同的意思嗎 你說什麼 那我講是 我講藝術圍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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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圍圖 那我講得很難 我試試看 先是他 做法師的 做法師的 然後他養小鬼在這邊 養小鬼在這邊做法師 對 這樣 小鬼 這是乾的 濃厚 這個是 乾的 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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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燙過的 對 燙的 要說 échou Hern 聖要說 愛情匠 愛情匠 所以做愛情匠 是祥愛情的一種嗎 對 啡革就是一直躁iles 掌頭 有的是一 sharing 所以就是 有些是求愛情 有些是搞不好 是想要 對 刂桃花 看幾個 3 2 1 2 3 3 這個是什麼 是鱸魚鴨 放過肉 是 水牛 喔 水牛 對 如果一個人種牛皮醬的話 他會越來越大 對 好像大部分這樣 如果是不解釣就只有 那一整整整整 真的假的 對 就等於是他會一直沈沈沈 對 就會沈得很大很大很大 講頭的東西 就跟他說 他人去掛人 他人去掛國人 他人不知道是說人家 他人家全去後去 這邊去那邊去 不知道是誰 是誰 還不知道 這樣 我不是不怕 我會開門 該說鬼王是大氣呢 還是不做做 打從我們來拜訪到現在 鬼王可說是有問必答 就連他養小鬼下將頭 解將頭做法式的小房間 也大大方方的讓我們拍攝 既不故弄玄虛 更不遮遮掩掩掩 似乎 與一般將頭師的形式風格 大不相同 剛剛我們做一張 給他的一個紅布 那紅布上面呢 你可以依稀看到有一些些 類似像是畫 把蠟燭的火給含熄 然後剛剛我講的那個花朵 用那麼多沾那個蠟燭 嘗試在那個 需要結醬的大蠟燭 他取的一個是想取的 霧感到金色冠冕 然後咖啡色冠 瓦燭 馬來不慶祝 瓦燭 成功 好 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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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好像 就是 結匠的血統 但是類似像 爭的那種 頭是 射 射 這條麵條好 有分量不分量 大家要不分量 這條麵條是有效的 看看這位來尋求 結匠頭的大哥 臉色發白 雙眼無神 很明顯的看得出來 他的身體必定有些狀況 雖然在經過鬼王的儀式加持之後 是否有好轉 我們無法得知 但是無論神明或是鬼怪 千百年來這樣無形的信仰 早已成為各地民眾生活的一部分 信或不信 就看大家各自如何解讀